為什麼要追這個 所謂的網軍事件 因為就是楊慧如 間接害死了所謂的蘇啟城 大家要來追 但他金流在哪裡 現在才貪出來說 原來他光靠這WTA 就跟中央要了8000萬 結果你看到 他是這個預算越來越多之外 而且補助的金額也是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的錢 都會不會拿來被楊網軍去了 大家關心的是這一點 另一件事情單據的和銷 因為我們現在也才發現說 原來他們這裡頭 有很多的銀本單據和銷 銀本就可以和銷了 因為我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 看不清楚 所以你再看到 知道看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問 我們就請了這個 時惠玉瑋幫我們問 結果對方的回應說是用 是用銀本 真的是這樣 之前中天的記者的時候 因為體育局有把它放上網 中天的記者上網去看了 又發現這個單據很不清楚 看不出來到底是誰給誰錢 多少錢 然後就跟我講 我就去問了體育局說 你乾脆把正本拿來給我們看一下好了 因為那裡不是什麼機密 只是發票而已 所以體育局居然跟我說 我們只有銀本 我整個人大驚也大怒 就是什麼時候跟公家單位 申請和銷錢 幾百萬 幾百萬這樣和銷 只要拿銀本 我們就算在一般的公司裡面 報個便當費 餐費 報個計程車錢 你也要拿正本吧 請問一下如果你拿銀本的發票 你正本的發票拿去哪裡呢 是不是有一張發票多次 多個單位去申請補助 或多個單位去申請核銷呢 是不是有這種狀況呢 而且我還發現合約的那一條 真的還特別加註 是加註上去 公務單位去簽這種勞務採購的合約 都是定型化的合約 都是文字都是固定的 只是改什麼一些金額 然後品項 結果特別為他加了一條說 你可以拿銀本來合銷 這就很奇怪了 我就問了採購的相關的專家 他說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庶明理由 然後把理由交給會計跟正風 證明說對方沒有拿正本的發票 去做什麼其他的不應該的用途 但是我們在相關的資料裡面 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不知道說從 其實WTA這個案子 這樣看下來 從一開始的申請補助 到中間的補助核准的金額 到最後的核銷 其實都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放鬆 就到底為什麼會為了楊慧如 不斷的轉彎 轉彎 轉彎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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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後面到底是因為WTA太難得了 為了這麼難得的網球賽 所有的規矩都不應該存在 是這樣嗎 還是因為後面有很龐大的壓力 逼得公務人員只能不斷的棄手 原本應該有的規則 大家都很關心 為什麼這個規則會一直變來變去 尤其剛才所未講 我們再請我們導播再放近一點 這個真的是細道 你必須要用放大鏡 眼力很好的看得清楚 你也要看 因為你在看價錢之外 我們一定要看 它到底是哪裡來的來源 項目 因為看不到公司名 是真的看不清楚 我們做新聞講求時事求是 我們要批爆 我們要爆料 我們一定要看到 它到底是什麼樣的項目 怎麼會是這種銀本 可趙世穎 這樣就過關了 其實一般來講 用銀本真的是滿奇怪的 因為銀本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它能不能夠被偽造 很容易就會被偽造 銀本的話 你中間加一間手腳 你不能夠確定 所以為什麼大家要求正本 第二個就是說 它會不會有一單多用的問題 剛剛淑慧提到的 其他地方核銷你不知道 就糊弄過去 他也申請了很多地方的補助 對 沒錯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你真的要銀本的話 你至少要交代 你正本的用途在哪裡 就正本拿去幹嘛了 而且有的要簽名 劃壓作證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嚴謹的過程 而且金額越大要越嚴謹 可是我們這個是小金額 那幾千萬的案子 加起來快8千萬的案子 它不是8千塊的案子 好不好 差很多 所以我們講了說 這個東西很奇怪 就是它的補助 一般來講 我們跟體育署要補助的話 通常都是 如果說你是幾千萬的案子 給個幾百萬就很多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一次的這個 我坦白講第一次10%的補助比例 基本上來講我是見過的 可是到後面比例越來越大 越來越高 變19% 變30%變這麼多的時候 前面我們講提到管媽 管碧琳 他因為長期在經濟委員會 所以跟這些國營企業 他本來就有一種 比較強的power去做 因為預算掌握在我手上 可是如果說你是整個 這麼大的一個數 要用這麼大的比例 把它變多的話 我坦白講我也不覺得管媽一個人 可以做得到 一定可能應該還是有比較 那有救星 這三層這個體育署 管媽是喬國營企業 國營企業 對 三里騰再往上加 對 我是覺得這個一定是 一個系統或者是一個派系 聯合去Push 才會逼著行政部門必須要 不斷的擴充這個預算 更不用說這個預算擴充的結果 你的核銷的方法 還有你核銷的單位 還有核銷的內容 通通都非常的出書 讓人家覺得說你中間的一個用途 跑到哪裡去 我們當然是合理的懷疑 現在我就覺得很妙 以前楊慧如幫民進黨 做了這麼多的案子 然後突然一夕之間 因為IDCE的事情 突然大家都不認識他了 彷彿之前其實我搞錯了 其實是其他人 其實是陳的幫我做的這件事 是不是 搞不清楚這個狀況 我覺得就非常奇怪 民進黨甚至打一個煙霧彈說 楊慧如也有認識 國民黨的誰誰誰誰的 可是那些人都大方承認 對 我就是認識他怎麼樣 因為在法律上有一種東西 假設我是檢察官 我是先發現你做錯的事 再去調查說 跟你做錯這件事 有關的利害關係認識誰 換言之 我今天做了IDCE這件事情 IDCE裡面的帳號 都在幫誰說話 幫謝長廷開脫 幫綠營說話 所以只要去追查 那個對他有利的人 所以今天跟綠營的講 綠營都說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 反而國民黨我大方承認 對 我就是認識他怎麼樣 而且我恨得不能早點認識他 如果把他挖過來 他就不會做這種傻事了 他才不要 他不要 所以今天我覺得 建議民進黨撇清不是一個 好方法 你就誠實清楚的交代 然後繼續往前走 你如果越 我們講說越撇清 因為大家覺得說 這實在是太誇張 整下 我坦白講我昨天去修車 那個修車店的老闆還跟我講說 這個實在太誇張了 哪有這樣子會不認識的 這就是一般民眾的想法 所以當你的這種話術 完全不能夠說服民眾的時候 你還硬拗 我認為這是非常大的反效果 而且會激起全民 更想要追查 揪出背後 躲在政府後面的 楊惠獨門的決心 擋到了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說 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2016 同樣的一個比賽 同樣的權利金 同樣的獎金的話 獎金還少 獎金還減少 之前50萬 2016年是50萬美金 50萬變25萬美金 結果呢 不過每關都是扣掉的 錢變多了 預算變多了 預算變成1.66倍 到了2018年變成1.8倍 然後核銷單據 可以用銀本核銷 兩年都是銀本 我們剛剛就要問 2016年 他說因為這個是 台北市的體育署 體育局 台北市政府的體育局 他們公佈的 2016年 夜市也是政府 所以他沒有辦法 去跟台北市申請 為什麼民進黨的時候就可以 甚至是用這個銀本 這個你也常常看到這種核銷 這怪怪的 坦白講一般不可能 簡單講 因為正常的會計核銷作業 你本來就是要正本 不要說政府 就算中天公司要報 你們自己內部要辦什麼 參與費什麼 真的 我們不能用庫本 你們曾經拿 對 不能拿銀本 過不了 不見了就自己要認賠 對 甚至連那個什麼 高鐵的票也要拿正本 是核銷 這個是基本常識ABC 如果現在坦白講 我們當然要進一步指控 要需要更多的證據 可是這個讓人家觀感就是什麼 有關係就是沒關係 是不是有人在幫你護航 是不是潮中有人幫你在護航 讓你可以用這種方便形式的 作業方式來做 這個的確讓人起人疑鬥 剛才我們大家一直在談 WTA的賽事 坦白講我是一個運動迷 我在家幾乎都在看運動頻道 WTA是很有名的 國際女子網球協會的賽事 這個是國際性的賽事 坦白講 我覺得被楊慧如這樣一搞 我真的內心很難過 就是說我們只要講說 體育的歸體育 政治的歸政治 結果沒想到 現在是政治跟體育 勾結得這麼深 而且就是被楊慧如 這一批人亂搞的 至於剛剛大家一直在問說 為什麼一開始只有2000多萬 後來搞到 簡單一個邏輯 你看當時這個施焉案 蔡英文上來之後 她第一次出去施焉案多少 我記得只有一兩千條 後來會有上萬條 因為實隨之位 施上癮 對 施上癮得順盡止了 我覺得一開始試試看 一兩千條 不錯 後來慢慢乾脆我就來個 要你卸任之前來個上萬條 這道理一模一樣 反正有人照 對 就是很好 第一次覺得就慢慢來 切香腸 越來越好吃 吃了就越大 所以搞到最後這個預算 不要說浮邊 就暴漲 等於是幾乎兩倍以上 所以說這個的確讓人家覺得 一定有 不要說一定 就是說自己 坦白講自己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等人家挖 等人家挖出來的時候 你們自己難看 是不是 可是你會發現就是說 他以這種以體育之名 行魔力之實 這真的很厲害 我剛剛還在想說 國民黨那些很慢 早知道我之前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已經成立一個體育公司了 對不對 我這麼愛體育 削爆了 你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我每年都來 來辦什麼網球 高夫球 什麼桌球 羽球 你標不到的 還是你標不到了 半個指責被All-Star 是不是 所以說你看 民進黨就是敢對不對 剛才又說什麼 今年的代表制是亂 坦白講沒有最亂 只有更亂 是不是 之前那個亂也曾經 不知道哪一年也是代表制 所以還是會重複發生 不過這一次選舉是撥亂反正的好機會 但是我要講就是說 你會發現這是一個共犯結構 這共犯結構讓人家覺得可怕 毛骨悚然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說他這個 你看楊慧如搞這個 就是說跟政府申請這個標案 或者說用WTA賽事來標 他這個事情本來跟網軍沒有關係 可是因為大家要查金流 這一次網軍的事情 因為被起訴大家才知道 那問題就是說到你錢怎麼來 好 換言之你會把你假設 這套模式是真的 就是說他的網軍楊慧如買 楊慧如由誰買 由他去政府標案的這些錢來養 叫做一層扣一層 政府這些標案誰要去Push 就是瀉系人馬 我們現在就已經爆出來很多 包含瀉系的市議員 可能接下來還有很多 我相信會一段都出來 所以說這是一個什麼 政治 還有網軍 還有中間人楊慧如 整個一個共犯體系 所以形成出來的 一個針對要打擊異己 甚至在網軍帶風向 從體育延伸到政治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令人發指 我就說了 因為我是一個 雖然看我這樣很柔弱 我很喜歡體育 可是你看這個事情 真的很令人不能接受 那更令人不能接受是什麼 剛才略略有提到 楊慧如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民進黨急著切割 可是那個切割醜態擺出 民進黨先第一時間說說 楊慧如跟我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楊慧如不是2008年加入民進黨 2011年代表民進黨 還去參加初選 當然最後落選 然後卓龍太出來 更覺得這一句應該可以 當成今年的金句之一 他說什麼 是否認識主官異事很重要 是否認識主官異事很重要 你聽不懂 這個跟我常常看那個 八點檔連續劇 那個桌間在床一樣 那個門打開一打開 男生一直在床上說 我跟我沒關係 你那麼認識那個女的 主官不認識 因為主官異事 我主官上我不認識他 我主官認為不認識 見鬼了 蔡英文跟楊慧如連照片都出來了 還抱著他的寵物 你先要跟我說 他們兩個沒關係 不然楊慧如是跟國民黨有關係嗎 還是楊慧如跟共產黨 他們現在都說跟你們有關係 因為出來承認說 我真的認識他的 真的跟你們國民黨 民進黨先都說 你們都有關係 國民黨傻傻 為什麼國民黨敢 因為這就是正常的關係 民進黨跟楊慧如是不正常的關係 所以才不敢承認 所以真的是笑死人 楊慧如你問三歲小孩也知道 楊慧如跟民進黨 尤其跟謝系關係密切 所以這個根本躲都不要躲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這樣子 當然就是說 一個線頭出來之後 後面一股肉漲 而且我覺得橫向 就慢慢慢慢 越來越擴大 你看從楊慧如一個網軍 謝系人馬 接下來所謂都已經預告了 可能還有什麼行政院高官等等 橫向的擴展 這很大的樹枝狀 所以拜託 如果你現在 坦白講你如果現在願意出來 好好的解釋清楚 我們還可以稍微原諒你 如果你不講清楚 你背後最後是被抓出來 跟桌監在床一樣 被告到法院 對 你真的就人民法子了 你這個就講不清了 所以拜託 最後還是一樣 這麼亂的亂象 真的 用選票來制裁這個政黨